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分享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可能大家说起来很奇怪 说你减了三十多斤 你怎么会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 你看还真就是 我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从我决定减肥那天起 我也没想这件事 我也没想着说 瘦了如果就是松弛了会怎么办 就是没想一股脑了就想着说 哎呀我要剪下来我要剪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不剪不行了嘛 所以说就是重要的是想剪下来 不吃他的药 这是我当时最关注的点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说 哎呀瘦了松弛了怎么办 因为说实话在那个健康面前 这个美它变得特别一文不值 特别不重要 所以没考虑 然后你看这这么多年啊 经常会有人问一下 这个话题对我来讲吧 就是没有什么可分享的 所以你看我这么多年 一次都没有分享过这个话题 几乎把这个低碳都讲遍了 我也没讲过说减肥松弛了怎么办 为什么我没有出现这个松弛的情况 一个原因是我剪的慢 就是你看电台演习有的人几个月就剪了很多 我没有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剪的慢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是一开始总觉得没有效没有效 然后就这样的一年多 好像应该一年出头吧 完了回头看剪下来了 所以我感觉呢 一个是与剪的慢 应该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关系 占比很小 我感觉最主要的是什么 遗传 为什么我不分享呢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说了遗传以后 大家一下子松一口气 想着说 哇那还有啥说 所以你看我就没说嘛 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说 瞎说 我也没有说过说 哎呀 减肥你要健身啊 你要运动啊 然后就会怎么怎么样呢 就这个话呢 这个这一部分呢 我在后面说 就是至少我觉得 我主要是遗传 所以呢 我想想 那没有啥可讲的 你就就是我遗传的东西很多 包括就是我的头发 也是遗传比较好 就是好多东西是遗传的 不是不是后天的 不是保养的啊 我妈妈皮肤 特别松弛 我妈妈 比我爸爸白 我妈妈特别白 又细又白 可是我妈妈脸上皱纹特别多 都将近90岁去世的 然后我妈妈那个手啊 摸起来也是软的 那个肉啊也是松的 然后我爸爸呢 就到他最后去世 你看我爸爸是植物人五年呢 就是我爸爸就 哪怕到最后去世 他的脸上皱纹也不多 然后我爸爸的手呢 是小硬 然后我和我二姐俩的手都是 你看我手也小 你看我脚也小才36号嘛 我的手也小 然后我这个手一摸起来啊 从来不像人家女的 手一摸软软的 你看我的手 看着好像不硬 其实摸起来可硬了 其实我像我爸爸 我和我二姐像我爸爸 我大姐像我妈妈 这个肉啊 就这样一弄的 它就当上着 这就是先天遗传的 你看我啊 就是剪了这么多 我没有意识到 要不是大家问我 我都没有意识到说 减完肥会松弛这件事 没有 就是一点也没有 你看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 就是 就拎不起来 你看 这肉是天生的紧 我这天生肉就比较紧实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 就别人一问说 你这个 这个松弛怎么办呢 然后 哎呀 我就挺感叹的 我一想想 我这真是 怎么有这么多 先天的好的东西 遗传到我了呢 没有松弛 就是说明 我的皮肤的弹性 不错 然后肌肉就天生 它就紧 就结实 减肥了以后 脸松了 这怎么办呢 我的感觉就是 你只能是 因为你是天生 比较松弛嘛 只能是慢点减 而且呢 别减太多 我的健身 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 我的健身 对塑形有好处 对你说 肌肉紧实吧 肌肉紧实 当然你得练起肌肉来 说实话 我的肌肉 也没长太多 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 年龄大了 说实话 女的本来 长肌肉就难 然后到一定年龄 就更难 再加上我 你看我这老断的续续 我肌肉 也没有说 比过去多长了多少 但是也确实是 有肌肉了 你像我的后背 说这个事 我想起来了 前两天 我去参加了一个 就是刘盈她女婿 她们公司 办的一个活动 然后她女婿呢 健身 她有教练证 我不是穿了一个 就是连体 连体裤嘛 然后那个 就是露到这 后背能露出来 后背吗 然后她就问我 她问我是不是 那个健身 我说是啊 我说你咋知道呢 因为她说 我从你后背看出来了 她说你后背上有肌肉 我儿子说过 我儿媳说过 说一看就看出来 我这个肌肉练出来了 就是我自己觉得 没练多少肌肉 但是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包括我的腿上 肌肉 就是我现在 因为我老在健身房 我知道了 就是真正 你看她们健身的人 她给你展示的时候 为什么她会这样的 这样的一下呢 就是因为这样一下 她是用力 然后她会摆出那种 就是把那个 你比如说正常 她也是像我们一样 这样松着的 然后她这一用力的时候 那个肌就成倒三角了 然后那个肌肉就支撑起来了 这个是叫展示吧 这个展示上课可贵了 好像两三千亿节课 就是人家那是个功夫 就是你有肌肉 如果你不用力的时候 肌肉是软的 只有她想展示给你看的时候 才是那种 你看全是肌肉的那个 那个冷 现在你会有训练痕迹 但是不会说像他们 就是健美的 都是吃奶劲都使出来了 才能才能鼓成那样 说有我在国外健身房 遇到一个就是老太太 我因为国外的就是老年人 在健身房子挺多的 就是基本上私利的不多 就公立的那种 政府的那个健身房 有好多老头老太来 我观察过 因为就是国外的这个人的皮肤 比我松多了 他们特别松 就是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老太太 大概得有八十岁了 我感觉 哇 她那个皮肤 就是都垂着 就是胳膊也是垂着 可是她一用力 哇 你就能看出来了 那老太太 应该我估计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是她比我身上肌肉多多了 可是她不使劲的时候 她是松的 皮是松的 她这么一用力 你就看出来了 这个肌肉块都鼓起来了 但是呢 那个皮 外边的皮是松的 就是里边的肉 是结实的 这就是我 所谓什么说 那个健身 就是收紧这个皮肤 在我个人的角度上 我觉得最多能占了三十 都不一定能占上 对我的感觉是 她塑形 塑形是 就跟我刚才说的 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 她肌肉 她出块了以后呢 她出形了以后 就是我觉得 我的这个腿 变长了 就是啥 臀位线 有点往上去了 然后包括前侧的大腿 这个地方 好像也变得 就是那个肌肉 变得比以前好看了 不弯了 显得腿长了 就是我健身以后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是显得腿比以前长 比我年轻的时候 看着长了一些 那天有一个网友也说 说怎么 那你腿怎么变长 哎 是 这个是 所以我感觉 它塑形有效果 你说它是不是 把你的皮肤练得紧 我不敢说 如果要是说 天生皮肤松弛 如果你很在意这件事 你觉得 还不如说 胖一点好看的话 那我觉得 你就少减一点 就是身体的指标 比较重要 如果要是相对来说 如果你瘦了 你瘦下来了 然后皮肤松了 可是你的指标变好了 我觉得就值 就是因为我们 做任何事情 其实它都有利 有弊 就是你不能单独 挑出一项来 去说它好还是坏 其实所有的结果 都是权衡下来的结果 就是你比如说 如果你现在因为胖 然后导致了你的指标 都不正常 肝油酸脂超标 那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不要考虑它 那个皮肤松 和不松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本身 如果你剪完了松 说明你本身就是 皮肤比较松的人 就是你即便不剪 你也会松 那要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去剪 因为我觉得 指标正常更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 相对来说 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 如果剪下来 你健康了 当然要剪 其实松不松的 说实话 这个年龄 也差不到哪去吧 就是你别太在意 这件事就可以了 要是我 我会这样选择 那如果说 你本身身体也挺 各方面指标也没有问题 然后只是为了漂亮 那你就要慎重 我觉得因为漂亮 它有不同的维度 那就用健康 放在第一位 如果除了健康以外 剩下的你可以 权衡一下 剪还是不剪 我想起来一个事 就是你看我 一般就是 是什么原因 我就会说什么原因 我从来不去 违心的说 我是健身的结果 让你羡慕 让你觉得 你没有自律能力 你达不到 然后怎么怎么样 显得我自己 多么自律 我不是 我会很实在地 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件事 也是前两天 在那个 参加那个活动 就是那个 刘盈她女婿 那个公司的 一个女孩子 问我 刘盈呢 就 就让她们猜我年龄 刘盈一会儿 让这个猜我年龄 一会儿让这个猜我年龄 因为我从来没觉得 我的年龄 是个应该保密的事 也不需要保密 所以说他们猜年龄 然后刘盈告诉她 我多大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本身 她就年轻 我看着她就像二十多岁 其实她也有 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 应该有三十出头了 应该是 那个女孩子长得有点像 周东宇的那个劲儿 就那个小妻子那种感觉 她长得年轻 然后呢 她就问我 她说 您觉得 就是人年轻不年轻 是保养了吗 然后我脱口而出 我说不是 与遗传有关系 然后她说 哇 她说 我得加你个微信 她说你真实在 直接就说出了 与遗传有关系 然后 我说 为什么你对这个事 这么敏感呢 她说因为 我们家 她说 我妈妈就年轻 然后她就给我 看她妈妈的照 她妈妈好像是六十岁 比我小一岁吧 看着确实是年轻 然后她也是看着很年轻 我感觉跟同龄人比起来 能年轻好几岁都不止 我想着说 等到她六十岁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年轻的 你看 她心里头也觉得 遗传很重要 她说 我问过别人 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很少有人这么回答 她说你是 我遇到的第一个说是遗传的 我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遗传的 因为你说 我又不卖保健品 是吧 然后我又不 不需要带点啥货 我当然说是遗传 说实话 你要是让我去 卖个保健品 对了 你说到这儿 我想起来了 我刚开始登陆的说 人家不就是 让我去卖保健品吗 人家就说 说你有先天优势 所以你各方面条件不错 你要卖保健品 特别好卖 人家就可以说 你看我吃了这个东西 你看我皮肤多么细啊 然后你看我皮肤多紧实啊 什么什么 她说你可以这样说 别人会相信 哇 我说这时候我干不了 因为我明明知道 那不是我吃你们东西吃的 然后你让我这么说 哇 那我自我折磨的受不了 就是 我是属于那种 不是别人管着你 就是自己过不了自己内观 我是属于这样的人 所以 所以 她问我 我就说我是遗传 她说 哎呀 那我得加你一个微信 你这个回答真实在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然后她说 她妈妈也现在 她让她妈妈开始健身 她妈妈现在也开始健身了 她不是看到我这个后背吗 知道我也健身 她说 哎呀 你应该加我妈妈一个 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想起来说 这个 这个实在 说遗传 我真的是 你看别人问我 你头发咋保养的呀 我告诉她遗传 你怎么护肤的遗传 你皮肤怎么不松啊 遗传 就是遗传 真的 没做啥 真没做啥 哎呀 这样的话 是个比较真实吧 比较好一些 也让大家 你说毛活半天 就没有啥效果 你在网上现在看 哎呀 各种 各种妙招 各种窍门 你说也不知道 她有效没效 如果你说 要是天天跟着去练 这些东西 哎呀 就觉得 我是没有精力去练 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真假 有的时候你说你得练多久 你才知道真假呀 我这个回答都好了 大家省事了 你不用去费劲 去练啥去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 运动还是很好的 就是负重 这个抗主运动 也是很好的 抗主运动呢 就是你越懂得多 你越发现 这个抗主运动 不能随便弄 它容易受伤 容易练坏 你说找一个好教练 不容易 其实很多教练 都是摸鱼的 所以说这一块呢 我倒是觉得 不一定说去健身房 去练 像我们这个年龄 也不一定 就是你 我觉得你登自行车 它也是一个 很瘦力 你这个腿很瘦力 很吃力的 包括就是有很多 你用你身体的自重 它也是 它也是有力量的 如果你到健身房 像我们这个年龄 还是要你得有学习能力 你要没有学习能力 别想弄受伤了 当然就是你在 我是感觉 就是你在器械上 就是受伤的机会不大 最多你做的不标准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但是尤其那种 自选动作 其实是容易受伤的 越练 我觉得就越会 越会小心 就是人家说 无知才能无畏 当你啥都不懂的时候 就是小白 你啥都不在乎 当你懂得越多 你越小心 越谨慎了 真是这样的 谢谢你 但我先问你